金珠来了 来了 他可以一球 金珠真的来了 我看短视频经常看到他 他起码是特别帅 而且创藏语歌也好听 因为我是一个高原 一个乡村里面出来的一个人 飞机一落地我就觉得感觉我到家了 如果你是右手运球的话 你这个球的落点就在 他是孟德的粉丝 经常看孟德的节目 这次孟德迎来 他特别紧张 说话的时候手都在发抖 我觉得你刚才讲的比论的东西 肯定没有你实在讲 你肯定打球比讲的更好 就像孟德开玩笑说的 他打篮球水平确实又够一些 慕名的想法 差不多十几岁就会骑马 我也是从小就骑马 然后就打篮球走球那种的话 就很少接触 学校没有这种场地 也没有人叫 我觉得我的童年就过了一半 我们城东县这边又被穿做马树之乡 我也非常喜欢骑马 我第一次学骑马 是和我一个表哥 当时我八岁 那天我和表哥早上六点都起床 也没有学得过 我对这些小孩说好好学习 注意身体好好照顾自己 但是我做公益 我会觉得是一件 互相奔赴的一个事情 你做完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 你会觉得 哇 这个事情反而在过程中 是治愈了自己 这个活动是我第一次见到明星 回想一下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希望先好好学习 把身体练得更强壮 以后找到一米八 学一学扣篮 然后去找梦多 让他看一看我的技术